大家好,我是客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前段时间我总是失眠,晚上睡不好觉,连续了一个多月 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无精打采,而且中途还大病了一场 大病一场之后,一个同事介绍了我,认识一个老中医 老中医让我回家用红豆这样吃 我在家坚持吃了一周的时间,身体就慢慢恢复了 而且脸色也慢慢红润起来 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那些舞伴们都说我 怎么最近变年轻了呢?脸色又红润,斑点皱纹也不见了 大家纷纷过来问我方法 其实方法很简单,今天就把它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要准备适量的红豆 生机勃勃的夏季到了 我们的饮食也需要进行调整 去适应气温的变化和身体的需求 常吃一些红豆可以排施、长寿 红豆是一豆 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体内多余的毒素、水分 还能够起到健脾、养胃、甚至帮助我们一夜好眠 红豆看似很普通 但是它含丰富的营养价值 不仅含有高比例的蛋白质 还有利于消化的纤维 以及维生素B群和各种矿物质 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健康食材 这不仅仅是一个甜品的好食材 红豆的用途极为广泛 无论是煮粥、做沙拉还是融入煮菜 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红豆富含蛋白质、钾和铁 对心脏和血液健康有为有益 还能够有效的调节、血压 可以增强体内湿气的排出 红豆的补血、氧气、助眠的功效非常的不错 特别适合在夏季防照的时候吃 接下来准备10克左右的莲子 莲子被誉为睡眠果 莲子它是属于一种传统的食用坚果 它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多种营养 莲子中含有丰富的天然淀粉 被认为是理想的能量来源 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抗疲劳能力 莲子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生物碱 即是莲子碱 据研究发现 这种物质对神经系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 促进身体的放松 从而为安神、助眠打下基础 莲子不仅富含淀粉、蛋白质和脂肪 还含有膳食纤维 其中可用性膳食纤维为主 这些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减缓食物在肠道中的吸收速度 帮助维持肠胃道正常的功能 对于那些经常感觉到便秘 或者是肠道不适的人 特别适合吃 可以很好地改善肠道功能 肠道的毒素与垃圾去除了 睡眠自然就香了 莲子它是作为一种营养的食材 不仅有助于安神助眠 还能够提供全面的营养 莲子碱被认为有镇静的作用 能够缓解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 对于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和身体放松 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莲子的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 一次不宜大量使用哟 我们要把莲子心去除 否则会特别的苦 接下来准备两颗红枣 红枣的味道很多人都特别喜欢 用它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干吃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从中医角度来说 女性朋友吃红枣有一定的滋补效果 红枣能够达到补气养血的作用 而且价格很便宜 效果明显 在日常生活中 肯定有不少的女性朋友容易导致失眠 那我们想要提高睡眠质量的话 平时可以吃上三至五颗的红枣 可以在早上吃 也可以在晚上睡前吃 红枣里面的有益成分 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自身情绪 可以起到正经、安神的效果 尤其是对女性来说 红枣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它可以帮助我们女性更好地改善 失眠症状 当然我们平时也要学会 自己调节才行哟 用清水把它们清洗干净 放入锅中 然后再用剪刀 把红枣果肉剪下来 枣盒一定要去 因为这个枣盒 它是属于燥热食品 如果不去的话 煮出来的汤就容易上火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 先煮15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来准备一小块的苹果 我们要把这个苹果皮去除 苹果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这种苹果的香味 能够使人放松心情 可以缓解疲劳和紧张的情绪 特别是在晚上睡前 吃一些苹果的话 其中的三铁类化合物 能够渐渐地示范出来 通过我们的呼吸和消化系统 进入我们的身体 这样我们的身体和心灵 都能得到放松 有助于入睡 并且提高睡眠质量 吃苹果除了对皮肤和睡眠 有改善以外 把苹果煮熟了吃 还有其他的好处 苹果中还富含上食纤维和果胶等成分 它都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 改善便秘问题 保持我们的消化系统健康 其次 苹果煮熟了之后 还能够降低血压和弹固醇 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此外苹果煮熟后 它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 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帮助我们更好的抵抗疾病 苹果的话不需要太多 一小块就够了 去皮去除果核以后 再把它切成薄片 这个时候我们的红豆也煮得差不多了 再把苹果倒进来 继续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慢慢再煮20分钟左右 一定要把苹果煮得软烂一些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时间到后 所有食材都煮得特别的软烂了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调味 因为苹果有酸甜的口感 而红枣也是甜甜的 整道汤喝起来都是酸甜可口 非常的美味 像这样就可以转入碗中开喝了 如果是失眠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可以在晚上睡前半个小时喝上一碗 能够让你安然的入睡 如果是早上喝的话 还能够刮油减脂瘦身 能够保持身材 达到美容养颜的作用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